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祖 今天推介快手1024 选择原因是 拳宠新经济股 阿里巴巴和美团等近日推升大市 资金有望扩散 去到其他新经济股炒作 快手有望接力 快手主要在中国营运 网络短视频和直播平台 提供线上营运服务 今年第二季的日均活跃用户 即DAU 按年增长1.1亿9300万 月均活跃用户 MAU是按年增加6% 去到5亿 快手第二季的用户黏性 和社区氛围感的持续提升 人均单日时长按年增长25% 去到106.9分钟 按季增加7.6分钟 收入方面 快手第二季的广告收入 维持高速增长 按年增加156% 占整体收入超过一半 根据彭博的综合预测 快手2021年的收入 按年增长3.8% 去到810亿人民币 2021至2023年的收入 复合增长率达到3.5% 部分劝商认为快手最快 可以在2023年 录得经调整的盈利 快手8月低位 见过64.5% 就有反弹 较2月高位回吐接近8成 预料已经反映大部分行业监管 和自身负面等因素 昨天收入88元 策略上可以抠86元级立价 上网三角盈顶 即105元 跌穿78元就要减持